于雨晴,18岁,安徽省体育运动学院,体育专业,大专 大家好,我叫雨晴,今年18岁 毕业于安徽省体育学院,大专学历,国家二级运动员 毕业之后因为个人爱好,在北京学习了半年的摄影和表演 之后同事的工作是摄影师,兼职平面模特和演员 现在今天想希望应聘的工作是摄影师或者平面模特这类方面的工作 谢谢大家,请大家多多关照 你前18岁说二级运动员是做什么项目的 柔道 柔道啊 对啊 就你的这个小身板 是啊 你能 算刚不相信,要不你 不是,不用了 要不主持人来试试吧 你来啊,行吗这样 行啊 会不会太过粗壮了 还行 还行,来 要试试吗 跟我们试一下 体验一下吧 体验一下 我摔一下,你再好了啊 会什么 不疼,我摔你一下 接着 哇 哇 比重多少 118 有180吗 有180 所以花一下就过来了 是有一些专业练习的 而且手法,速度啊,柔道 学了多久 学了三年 学了三年,参加过比赛 来看一下 参加过 有比赛的获奖照片 这是什么比赛 嗯,这是今年的省比赛 省比赛 拿的是 铜牌 铜牌 呃,还有就是 有一些相关的证明 有前几年的一些奖牌 都在教练了 你加你 啊 但是后来为什么不比了呢 手骨折了 哪只手 这只手 右手 对 然后就是 所以专业运动员就在受伤了嘛 对不对 对 受伤之后 转行拍平面 这里面说的拍平面 是你做模特 还是你去拍平面 我 我有做过模特 也拍过平面 做什么样的模特 拍的多的就是淘宝 然后就是一些摄影师 他们 组织的那些拍摄 然后去参加过 嗯嗯嗯 对 还说兼职拍戏 拍过什么戏 嗯 拍过多的吧 从群众演员开始做戏 啊 就是 哇 一帮人一帅 对 也没有台词 也没有镜头 没有 啊 现在你的工作是什么 嗯 就是 一个人在北京 就是摄影 个体的摄影 然后 剪制一些平面 然后拍拍戏 你作为摄影师的作品有吗 有啊 这张有吗 有啊 来我们看一看 作为摄影师的作品有哪些 啊 这是淘宝的那个商品 这是你作为摄影师的作品啊 好 还有没有 来我们看 这个呢 这个是一个KTV的那个 酒 这是不是你的摄影作品 对啊 是 这是帮KTV拍的那个 酒的那个照片 啊 这样 你带着相机吗 带了呀 拿相机 去 我现在给你出一个现场的题目 好不好 好的 在现场的这个场景里面 随便构图 你给我拍一张 在构图上很讲究的照片 好不好 嗯 构图上很讲究 相机为什么对着我 因为你离得比较近 这张构图好吗 嗯 这张就是这样吧 这张照片的特点是 典型的没有构图吧 它有一个横的那个 平面的那个对立点嘛 嗯 好的 好 没关系 因为雨晴只有18岁 其实这位求职者 来到我们的这个舞台当中 是引发了一个 我觉得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运动员退役之后 他们的就业状况 其实真的是不容乐观的 你今天来求的职 是或者做平面模特 是吧 或者给人拍平面 这是两件事 请你在这两件事告诉我 你的工作的诉求 到底是什么 摄影师吧 摄影师 嗯 好 这就是余雨晴 12位来选择 让她继续 还是离开 请选择 8位选择了离开 还有4位留下来 美霞为什么离开 我很喜欢你 但是没有适合你的工作 你说你喜欢她 是喜欢她的什么美价 我喜欢她的执着 而且我觉得 她18岁来北京 从在网上拍照片 自己当平面模特 就有能力去养活自己 最起码她的精神 她的状态是好的 我喜欢她这种精神 但是对于我们公司来说 摄影师的要求太高了 甚至他们手里拿的一个相机 都要几十万块 明白了 你大学毕业 对不起 你是大专毕业嘛 毕业之后有在企业工作的 这种经历吗 没有 从来没有 这是你要找的第一份工作 对吗 对 就我刚刚看 你的照片 你拍的东西 没有让我赏讯悦目 很欣赏到 我倒是给你一个 职场规划的建议是说 不一定要选择摄影师 应该用你的优点 来选择工作 而并非你的爱好 来选择工作 好的 杨琪 我还是想问一下 就是你为什么喜欢摄影 要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摄影会比 那个拍戏赚的会多一些 然后可以养活自己 那你现在的这个生活的来源 都是靠摄影吗 其实我知道淘宝 给淘宝的店家拍这个物品 实际上现在已经成了一个 比较大的产业了 实际上 但是我不知道你从这方面 现在挣到了大概多少钱 你的月收入现在有多少 三四千 三四千块钱 对 因为我是在大学做老师嘛 我们系有一个专业 就是摄影专业 而你的年龄是18岁 我认为18岁的一个人 不着急找工作 18岁正好应该是上 接受高等教育的时候 去学一学摄影专业 不更好吗 因为我家里的原因嘛 我就想自己可以早点独立 然后今天养活自己 你家里是除了父母之外 还有兄弟姐妹 没有啊 但是他在我们的 很小的时候就下岗了嘛 然后就是为了我就是过好一点 然后他们什么都做过 我就不想再增加他们的负担 然后我就想找一点独立 就是说姑娘 你现在背着一个相机来到北京 表面上看摄影师 其实你跟那些背着吉他的文艺青年 在北京里没有区别 你没有受过正式的职业教育 你明白吗 就是说怀出来的一个梦想 其实你那个相机在我眼中 跟一个可怜的小女孩 背着一个大吉他 在火车站在天桥铁弹琴 然后大概一个月有三四千块钱收入 没有区别的 所以我很心疼 真的 我作为一个主持人 其实我是不应该去干扰他们的 但是对于他来讲 我实在有些 我真是雨晴我有点忍不住 因为18岁是该上学的年龄 他完全也应该有能力 他现在你说学费 一个月三四千 他负担得起学费 负担得起大学的费用 我觉得其实每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 我觉得他真的不一定去上学 真的不用18岁以后 其实我也认识很多大学生 但是亚琪 你觉得他刚才的摄影作品 他现在能拿这个摄影作品混饭吃吗 我觉得他这个水平确实还是比较靠下的 但是我觉得他是可以从淘宝的这种机会 包括我说我给他提供的机会 一个比较低的层面和一个比较低的收入 这种做起 他其实是应该有一个成长空间 我觉得 你也不能要求一个18岁的人 就要求那么高吗 所以我说这样的上学吗 上学不是唯一学习的途径 我说实在话 因为我自己也喜欢摄影 就是你这种情况 就是最好的机会 就是你跟一个特别好的摄影师 你有幸能做他助理 那比你上学还要好 但如果你没这个机会的话 确实你可以考虑 但是目前我一定要说一件事啊 这个职业生涯太窄了 选摄影师 18岁 是的 没有任何的摄影基础 就选定 然后耽误四年 他有一定的摄影基础 那不叫摄影基础 那不叫摄影基础 到24岁的时候 他能做什么呢 对不起 你让他退到哪里去 我们就这么一帮人 公然这么议论你 是件挺不好的事 但是确实是因为我们有点着急 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除了摄影 你还有其他爱好吗 有啊 就是表演啊 除了摄影和表演 还有其他爱好吗 比如说柔道啊 柔道你现在还可以做教练吗 因为你说你受过伤 可以啊 还可以 如果可以的话 我给你一个建议 把你的职业生涯 往这些方向上再靠一靠 摄影未必是你一个很好的选择 好 谢谢 谢谢陶老师的建议 有了这些谈话之后 你会发现 对于一个18岁的一个女孩子 你再往下聊 也聊不出过多的内容 她的经历太简单了 上的体校 专门就进行的某一个项目的训练 受伤了 出来了 进北京了 拿个照相机说 我想做摄影师 想演戏 去做做群众演员 对不对 非常简单 非常单纯 18岁 如果四位你们的灯 等一下继续亮着 就意味着选择权交到了雨晴手里 最后一次 你们主动表态的机会 四位请选择 雨晴是继续还是离开 还有两家留下来 郑亚琪 张永琪 你要跟这两家谈钱 不伤感情 亚琪能提供的职位是什么 就是随着我们公司产品的上限 和这个销售 就是有些像 其实类似于淘宝的这种拍照的工作 还有包括这个 在活动现场的拍摄的这个工作 这是一份工作对吧 不是 还是活 按次算的 按次算钱 对 张老师 我们设计部的 我觉得他可以去做美工 您提供的是工作 工作 就是我拍照 然后帮你们再设计是吗 对 我们要有很多的形象宣传 都需要拍照 拍完价以后 然后进行处理 谈钱的事我不管 你自己来 嗯 就是 是 郑老师 郑老师是 呃 那个 不 我不是老师啊 那个 实际上是这样 就是可能我看你的水平 那大概在初期的时候 这一次的 呃 活 差不多是500到1000的这个 区间 呃 可能随着你的这个水平的这个增长 可能以后会到1000到2000之间吧 但是初期的时候就是500到1000 说的是一次 一次 大概是一个月 一两次吧 我觉得差不多 谢谢 就是这 这不是工作 就是活 那个自带相机 自带相机 哦 好 谢谢 那张老师 请问一下张老师 我们那个大概2500到3000之间吧 然后 基本的所有的保险都有 然后 我是特别希望能塑造你 希望呢 这个工资当然不是很高 如果你在那 在这个岗位上能干个两年以后呢 我希望能够 能够在你上追加投资 我是想问一下 就是每天是去上班还是怎么说 对 我们是一份 呃 这个全职的工作 呃 就是说每天是早上几点上班 早上八 八 八点四十五 谢谢 嗯 上 因为没上过班 他为什么问的越来越细 没上过班对不对 对啊 这是第一次有可能上班对不对 对 所以连几点上班都不知道 有点紧张 雨晴要考虑 你可以告诉我们 你选择着皮皮鲁 还是环球雅思 还是经过认真的考虑之后 你跟大家说 谢谢 以后见 15秒的思考 我填皮皮鲁 我填皮皮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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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您给我的支持 谢谢 谢谢